还有多一间复康院舍有职员确诊 有立法会议员希望当局制定清晰指引 照顾治理能力不足人士的需要 最新确诊的是 蔡马会白普利华深沪康中心一名职员 中心说疫情严重 不接受外来探访 事与有一名28岁南院有确诊的 屯门性工会福利协会 康恩园综合复康院舍说 院舍着有精神复康 严重致障和肢体障碍人士 确诊院有住的7楼一共74人 事后已经作出通报 旁边同样有残疾人士居住的 轮舍辅导会因延居庭 有职员在门外清洁 有议员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下 照顾特殊人士比一般长者更难 这类的残疾人士 因为他们可能部分都能够走得走得 但是他未必那么听话 对于相对照顾一些体弱的长者 他们可能是更加难以照顾的 所以要和他们多些时间去解释 要多些耐性和空间 可能会比较需要大一点 张超雄说现时卫生防护中心 对有关染色的指引主要是感染防疫 但对照顾这批精神障碍人士 就没有重复服务使用者和家属的角度考虑 认为社署需要发出指引 在疫情下照顾他们的需要 无线电视机者 邓杰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